接著我們回到這個電腦軟體這一邊 來再跟各位介紹 我們在提升工作效率裡面 很重要的剪貼布的加強 那為什麼要介紹這個 我先問一下各位同學 你剪貼布一定有在用 因為我們常常要複製貼帳 你有沒有感覺Windows內建的剪貼布 老人吃災很嚴重 他永遠只記得最後一題 你有感覺嗎 因為如果你今天複製了這張圖片 今天再複製這張文字 請問簡捏布子剩什麼 文字對不對 如果你要這一張圖片 請問你會怎麼做 只好再來這裡再複製一次 萬一你已經關掉了 你就要再重新打開 萬一你沒有認得的印象你在哪裡找的 你只好摸摸鼻子再重新找一次 有沒有覺得很麻煩 有對不對 有沒有比較好的方式可以幫我們記的 當然有啊 怎麼會沒有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先把Word先找出來 好 找出Word 我們剛剛上課到現在 大概一個小時多 那我中間有沒有複製很多內容 有 所以我都記得 不好意思 剛剛要圖片嗎 有沒有圖片 剛剛看一下 這個有沒有 同學說要考這個布袋系 你有沒有感覺我好像都沒有再回去那邊 我們就找找看 有沒有 這位同學 我又找到你了 你要什麼文字 要什麼內容 多多 有沒有就出來了 各位 不是只有剛剛的 下次開機還會在 所以你有想過一件事情 如果我能夠讓我的剪貼鋪更加靈活 是不是很重要 平常各位 你現在如果要找資料 你都去哪裡找 是不是都用Google 來 那我問你 你會不會問Google Google Google 請問我剛剛複製了什麼 可以幫我找到嗎 他說你瘋了 那你們家的事情 因為找Google是找天下事 你們家的事情跟他們無關 因為清關難斷加護事 好不好 那你要怎麼找你們家的 來你看 你知道嗎 我們這裡也有搜尋引擎 我就記得我曾經找過 有一個叫名字 NAME 有沒有發現關鍵字還要mark起來 這個你問Google 絕對沒有用 因為只有你用過而已 所以這個剪貼鋪加強 他還提供了這樣的搜尋服務 所以你可以很輕鬆就找到 那我剛剛特別強調 他怎麼樣 下次開啟還會在 所以除非你手動把它清掉 或是你達到他的紀錄上限 我們預設的話 是他幫我們記出100組 也就是你最近用的100個 剪貼鋪的資料 那你超過了 他就從最舊的那個再把它清掉 所以你今天不需要再回頭 因為有可能你會像我剛剛一樣 文件關掉 對不對 網頁關掉 可是你都不需要再重新找他 你只要多多兩下就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的設定 你剛剛執行了之後 你可以按一下滑鼠的右邊 正常來講各位下載應該是中文的 你們的可以先試一下 我可以看一下 剛剛跟同學確認過你們是英文 所以你在這個圖上面按右鍵 你們是這樣對不對 你就選option 選單 有沒有語氣可以改變一下 中文確定 好 這個時候你不用重新打開 就重新再打開這個選項就好了 這樣你們都看到中文了 你進來 有沒有看到他預設幫我們記住100次 對不對 100次 那如果你覺得不夠可以加兩個0 這樣我想你一整年的都會記得 好 這看你啦 有時候老實講是不需要記那麼多 那你可以多一點點沒關係 那麼這個軟體唯一 需要各位回去做的 就是在這個地方 因為你必須要怎麼樣 電腦打開的時候 是不是要先諮詢他 不然他就不會幫你收集到你的檢驗部了 你不要需要用到他才打開 那很抱歉 沒有記得 所以你只是這個地方打勾就可以了 那我們剛剛有看到他總共是把我們記得100個 那有沒有可能 我最近某一張圖片 比如說這一張照片 我就常常用到 你們有時候在寫報告的時候 或在辦活動的時候 一定有某些資料是比較常用 那這些資料常用 你可以告訴他 可不可以幫我不要自動刪除 來我們看一下 你點到這個也可以 電子滑鼠的左鍵 它就會跳出來 答案又有一個快速鍵啦 如果你想要知道快速鍵的話 就是這一個 你可以按這個 Ctrl加上 你看你們鍵盤上 那個Tag的上面 就1的左邊 有沒有一個貓貓蟲 他的快速鍵就是這個 應該沒有軟體會跟他用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按了這個之後 他就會出現這樣的選單跑出來 好 所以如果你今天這張照片 要特別的保留下來 你可以在上面按右鍵 有一個叫快速屬性 有沒有叫永不自動刪除 那這個時候呢 即使超過100個 他也怎麼樣 不會被清掉 所以你有發現 有沒有幫你加一個信號呢 有 所以呢 我今天如果再去抓其他的圖片 比如說往下走 好 點到這邊來 這一張我把它複製起來 那我們再往下 這超級 還好還好 各位都吃飽了 好趕快關牆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看一下 快速鍵按下去 有沒有這兩張在 但是他會被擠下去 可是這個不會被刪掉 這樣了解 好 不過那你要記得啦 猩猩可以用 但是用久了都不刪掉 也會滿天心喔 好嗎 不用的時候記得把它刪掉 你就重新進到裡面把這個 煽除 或者是就取消他的猩猩也可以 那這一種的 雖然記住的 可是他還是會擠下去 可是呢 如果你希望 如果你希望說 我們在出來的時候 像這樣在出來的時候 可不可以把我們永遠貼在上面 所以有一個名詞叫做置頂 有沒有聽過 對不對 置頂 所以他也有這樣的功能喔 比如說點下去按右鍵 你看 有沒有 排列的順序 永遠黏在最前面 有沒有跑到最上面來了 所以今天不管你有多少的剪貼的內容 經過我們剪貼庫 他永遠都會怎麼樣 都會放在最上面 你看我把它複製 好來按一下 有沒有 新的在這裡 剛剛是不是在這邊 所以這就看你怎麼去使用 當然他還可以分組啊 還可以做更多 只是呢 要用哪些功能就看 那最後當然我剛好講過 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搜尋 中文英文都可以 好 這樣OK嗎 那我們就先休息一下囉 現在3點3分 我們大概先休息個10分鐘好不好 各位休息來動一動 需要倒數計時嗎 好 我們有倒數計時沒 哈哈哈哈